为了协助原住民就业 新北市劳工局从103年开始 将进一步结合辖区教会资源 办理24场教会住店 以及24场的风铃季住店就业服务 期待透过更精准的住店 增加原住民朋友的就业机会 新北市原住民的失业率为4.61% 比同期国民平均失业率4.24%来得高 为了帮助原住民就业 新北市政府日前召开了原住民就业教会 趴趴购记者会宣布103年救福行动车 将办理24场教会住店 及24场风铃季住店服务 最主要他们是想利用教会的资源 以及风铃季的活动 让我们救福中心有个叫做救福行动车 这个救福行动车就可以随着 这个所有的教会的活动 跟风铃季的活动去趴趴走 在电影赛德克巴莱 饰演莫娜鲁道的牧师林庆台 也到场参与 他表示是否能够看到教会这个缺点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今天真是感谢上帝 看到劳工局或是我们的政府 在今年他推动的这种 PapaGo的这样的一个什么 就是让这些就业的机会 那政府步入到这个什么部落来 今年度的原住民就业PapaGo 将从3月12号在新北市 小内各教会与风铃季地点办理 期待透过的工部门与教会携手 帮助原住民朋友 提高就业技能与顺利就业 记得陈平张门奇 新北市采访报道